全油管最快新闻,今年的国庆假期与中秋假期重叠,共计八天时间,让人们有更多时间与家人团聚。 在这个特殊的假期,许多人选择返乡,享受亲情和家庭团聚的时刻。 家家户户都张贴着喜庆的对联,灯笼和月饼,增添了节日的氛围。 人们纷纷回到故乡,重温家乡的美好记忆,感受过去的温情。 无论是老人带孩子进村里的临间草地,还是年轻人举办野外烧烤派对,返乡过节成为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。 这个假期,不仅给人们带来了喜悦和欢乐,也使得家庭的纽带更加牢固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